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场美丽赵佳人 今天我们美丽的卓娜又来到节目当中了 欢迎你们 赵卓娜 2005年苏雷之星大赛全国总冠军 2007年全国平面模特大赛最佳平面新秀奖 2008年网络美女评选被评为80后最均于亲和的美女 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秋冬底端保湿的秘诀 新车真是好红哦 绿 黑耶 其实我觉得说到红色 大家肯定都有看了我们前段时间的60周年国庆的大阅兵就对 多说感想 我跟你说我那天真的是特别特别幸运 因为我之前就是10月1号是有我的通告 因为我在拍戏嘛 然后我就特别沮丧 结果早上对8点的通告 结果7点50的时候突然打电话来说 说娜因为场景的问题 所以今天不发你通告 发男主角的通告 男主角就喊着泪痴的现场 然后我就坐在宾馆里面 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很激动的在看 但是你知道吗 我在这个 我最爱就是 我就是那个越大越丁的小 抽货方阵 但是你知道你这些让我感动是什么 是女兵 我不知道你这女兵的印象怎么样 哇塞 这超超酸的 对 这太帅了 而且就是我当时就想说 如果我要是能穿着那样的一副带着那个帽子 然后穿那样的小靴子 然后这样走 可是我跟你讲 今天要请来两位特殊的来宾 他们就是这个徒步方阵里面最美的两位队员 那到底是谁呢 请出来看一下 赵纳 张晓菲 业于中华女子学校的专业模特 曾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颁奖礼仪 在2009年60周年的国庆大乐宾中 担任与民兵方阵的领队 被众多网友评为同步方队最美队员 赵纳德文的张晓菲 欢迎 哇 欢迎 我发现了那一双停顶鞋 听到我想说 好高啊 你们 我第一次在节目中 里面对嘉宾的时候 我觉得 诶 你们比我高耶 所以你给我附近两位吗 对 我认识他们两位 他们两个 四次在网上有一段时间 说是最美途步方队 然后最美的两个女逼 对别人称于是美的两位 今天时候一样的感想 来 我们就跟娜娜先说一下 其实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称号 是那个解散以后 然后5号解散 然后回来上网的时候才发现 高兴吗 挺高兴 那你吗 小飞呢 可能他们那个记者 他们都看到我们平常的系列了 他们的罪名不仅是外表的罪名 还有看到我们日间的系列 因为当时你们的方证是非常准确的 想问一下你们选拔的标准的时候 是不是在身高这一部分 或者是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 对 就令达就被刷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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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爱的是一米六三 又一米六三的 对对对 那玩具也有希望啊 好那我们第一个什么选拔标准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方队的选拔 它是因为是一个方队嘛 站在每一个位置都有每一个位置的要求 实力呀各个方面身体素质方面有要求吗 身体素质是一定要要求的 然后要经过很严格的那个体检 好几轮的体检 然后还有包括正审各方面 那有没有要求 比如说像我觉得他们两个 其实长得有一点点像 你能觉得吗 就是那种武官很清秀 然后非常有我们中国女子的那种 这个工作人员两个都比较像 你们有没有就觉得好像到那个一群姐妹当中的感觉 那真的我没希望我嘴巴太大 你那你快看起来 你那是什么职业啊 原先是做什么的 原先是中华女子学院广告模特与群衫设计专业 那是什么的 那你呢 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那也就是说女兵里面不一定说一定要女兵出身 其实有